投資900萬在開過公司的人可能就知道 所謂投資900萬他不需要真的拿900萬來台灣 他只要花3萬塊錢 請會計師幫他登記一間900萬的公司 添補他兩天的利息 讓政府來檢查 有這樣的900萬的公司 他就可以成立一家900萬資本額的公司 他就可以帶16個人來台灣 無限制的居住在台灣 什麼是服務業 服務業不是生產製造業 他不需要開很大的工廠 去聘請很多的勞工 製造就業機會 促進繁榮 所謂的服務業 就是他們來16個人來到台灣 我們就會有16個人失業 我剛剛說到 他們要開一家900萬的公司 只需要兩三萬塊錢 他可以在一年之內 開十萬家這樣的公司 來台灣 160萬人 我要跟大家講 160萬個人失業 這些人的下場會怎麼樣 所有在台灣 有投保勞保的勞工 總共有900萬人 但是其中有300萬人 也就是最底層的服務業 他們的員工人數不超過五個人 包含機車廠 包含理髮店 包含小餐廳 這些沒有投保失業救濟金 因為他們付不起 這些人第一波會遭受衝擊 他們會在一瞬間就失業 而且政府完全沒有準備 怎麼補導他們 怎麼救濟他們 完全沒有準備 也就是說 一旦開發 古貿協議 我們眼前 就有300萬個家庭 會時間面臨斷吹 我要跟大家講 要了解古貿協議的真理 我們就要看 中國怎麼對付新疆的維吾爾族 大家知道嗎 新疆維吾爾族跟台灣 原本一樣 都有2000萬人 目前 剩下一千多萬人 中國的人口 已經要跟維吾爾族一樣多了 我在一年多之前 看見過一張 看見過一張 招工的民工廣告 他們當地要招募 漢人的勞工 給10塊錢一個鐘頭 要招募維吾爾族的民工 給2塊錢一個鐘頭 當地的維吾爾族 為什麼會那麼多暴民 他們為什麼要在街頭 去行使恐怖主義的行動 因為他們活不下去 這些年 中國進到裡邊 大筆的企業財團 就買他們連鎖的企業 買他們的土地 收他們的租金 小筆沒有錢的 就移民進去 賺他們的服務業的費用 你們知道嗎 中國共產黨的人數 是台灣總人口數的好幾倍 未來 來到台灣的第一波移民 他們不是來投資的 他們只有兩個任務 一個就是來統戰台灣 一個就是來台灣賺錢 當這些人口數 比台灣人口數快要一樣多的時候 以中國國民黨 他們出兆的手法 大家可以想像 到時候 我們很多人的老百是中國人 到時候 國民黨的人數會比現在支持者還要多 到時候 敢反抗國民黨的人會越來越少 到時候 他只要強行立法 承認在台灣所有中國人的國籍 我們怎麼辦 大家說這樣的事情會不會發生 我再告訴大家 現在的維穩族 這幾年來 因為他的收入 非常非常的低 導致這幾年來 每年有45萬個 18歲剛成年的維穹女孩子 被整個 抓到整個西南沿岸的沿海地區去工作 這些人一去工作 就跟古貿協議一樣 一去一千三年的合約 在中國 21歲的女孩子嫁不掉 你就算是老女人了 這些維穹的女孩子 到了沿海 他們長得又漂亮 又沒有見過外面的市面 外面的人真的幾個比他們多 他們回去 他們還要養他們的家人 他們怎麼辦 他們只能嫁給當地的漢人 我要說 當這些女子嫁給了當地的漢人 留在當地的維穹族的男孩子 他們的收入連自己都養不活 他們怎麼傳宗接待 就跟我們現在一樣 我們只有22K 你敢不敢娶老婆 生小孩 買房子 買車子 當中國人進來 有超過300萬的中國人人口 朝著我們的工作 你的工作機會 只會越來越少 你的薪資只會越來越低 所以我們現在 要不要敵黨服務 要 要不要徘徊服務 要 要不要守護台灣 要 守護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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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次我看到 在這裡 留在這裡 都是每一個我尊敬的人 我看到你們 我看到台灣的希望 看到台灣的未來 請大家給自己 有正面的鼓勵 謝謝大家 加油